北港在地工藝術 五丁兴 一直在这里北港藝国的传统文化里面 今年用一台车车 设计性设置的藝国车 非常倾向大家的眼光 你的好朋友创名后 在记得先做阿公 为了倾向 特别借着第二台的藝国车 无论是旁边的重视 文部长放的位置都非常地担救 找大家做回来看看 早点的车车准备来出门 但是这台车看起来是真的不一样 今年北港工藝術 五丁兴 特别在学生设计一台适型的藝国车 非常倾向人 今年为了亲家和朋友心意做阿公 也带他创作第二台 竟有了竟竟下的藝国车 这个多亚林用洗上眉梢 两侧的多亚林就是做间谍情深 你看它蝴蝶 因为间谍情深才会有小孩 所以就是间谍情深和洗上眉梢 传统艺格 古代艺格都会做这个豚膜 这就是传统的小木做的技术 但是我们不用木头做也不做雕刻 我们就用那个花灯或者一格的制作方法把它做出来 那跟1.0版最大蔡白那时候是第一次做 其实还有很多的设计上不够精巧精确 这次制作的方式就比较精准一点 然后到时候再组装也会比较方便 藝国是代表北港传统的宗教文化之一 能得到这台传统的基尚意义 和团新新民众教的命运的国家 是对建孙上代的祝福和礼物 也是本着阿公的成员 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大师 吴敦兴大师 认识十几年来 吴敦兴大师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就是他的初衷 他是我们渝宁县的瑰宝 也是我们的国宝 所以当孙子诞生的时候 就有这个概念 请阿姨帮我做这一部这么棒的小玉格 也是一样要组成在北港 组成一个传统的文化的一个小玉格 在北港大乱那时候 期许能够一起走出来 让大家看到北港的美 台湾的美 另外五丁兴建立在両方塞典 一起传统和传统的传统的传统 对着医生病的两回后生 竟是有油花油 常常对人去西头和拍拖 还有最后的母油 放在网路上 受到大家的累累欢迎 最主要开始发现 是从泰国发售的 因为他跟我去泰国 五六天 他每一颗鼓都给他敲锅 然后每一个道具都同玩过 那些泰国的姐姐 很喜欢他的 就发现说 他好像会有一点点 对这个有一点感觉这样 定規的传统文化不可视团 有这款創新創业的亿告车 来做参团和改变 也对传统文化增加这些趣味 希望未来能继续发育創业 也保存到敏感文化 记者 张怡婷 蔡虎波德